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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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节目主持人张少龙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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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12位BOSS团的成员 选择快乐 选择乐巴 欢迎收看乐巴薯片《非你莫属》 感谢乐巴薯片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本节目的人力资源支持机构 前程无忧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登陆到前程无忧的首页 报名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免费招聘上五八同城 五八同城身边的生活帮手 您也可以在五八同城报名参加《非你莫属》 今天的第一位需要浓墨重彩的出场 为什么呢 我也是一个有私心的人 今天的第一位求职者 来自我工作的中国传媒大学 掌声有请 我的求职方向呢 是其实还是我的老本行 我想帮个主持人 但是一个人在公众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在旅途中 寻找自我的一种享受吧 旅游体验师这样的一个职位 我还是非常的感兴趣 旅游或者美食方面的人 这个机会啊 不是人人都有的 日本二十五岁 如来人 中国传媒大学 多一主持专业 本科 大家好 我叫郁文 今年十月份呢 即将满二十四岁了 我是一个在北京长大的长沙人 所以呢 我拥有南方人的细腻 和北方人的豪迈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播音与主持专业 那毕业之后呢 我进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手机电视 担任娱乐主持人 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就到了中央电视台的购物频道 做购物专家 那我是一个热爱生活和旅游 以及美食和电影的 这么一个女生 我很享受在路上寻找自我 那份最朴实 最纯真的自己 谢谢 欢迎郁文 大家好 你好 这是一个戏 对 但是我蹭过您的课 你是听过我的课吗 对 那是我在学校的时候 属于那种 只要我没课了 我把很多专业的课表都收集起来 有我喜欢的课 我就会去听 去年彼得业 对 现在呢 在 现在已经离职了 其实现在你是在央视的数字频道 对 是吧 中式购物频道 已经离职了 离职的原因 包括第一个 从手机娱乐的那个频道离职的原因是什么 从娱乐频道离职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想去央视 想去央视 很简单 然后去了央视之后 但是央视的这个所谓的数字频道 和你理解的央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对 他的那个角色不太像主持人 其实不是主持人角色 对 他只是一个类似主持人 但是他还是以销售为目的的这么一个角色 说实话 央视数字频道的那个收看率啊 很低 可能还不如五八同城呢 是吗 对啊 当然 五八同城 央视的主要频道的收视率也未必别五八同城高 好 现在每天 一个机会夸你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顺杆 这样的话 被惹翻央视 回头封杀 你所说的那个 购物频道的主持人 都疯疯间间的吗 不是还好吧 就你们是属于 就是自嗨型的吗 不是 我们不准 不允许这样 不允许嗨吗 但是我觉得你们都很兴奋啊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让我们看一下 比方说 小燕你那块 你给介绍一个产品 对 可以回弹的枕头 回弹的枕头 记忆枕头 好 来 开始 大家好 我是郁文 你看还说不是自嗨 是吗 对啊 但是做节目的时候 你起码要有精气神要起来嘛 好 来 开始 大家好 我是你的购物专家 郁文 大家好 那今天呢 给大家带来的呀 是一款记忆型的枕头 为什么 你想想平常我们生活中啊 可能你的颈椎啊 腰间啊 都感觉很不舒服 因为现在亚健康越来越严重了 而且生活中很疲劳 怎么办呢 在睡眠上一定要做好 今天带来的枕头呢 它是有一个记忆功能的 那你睡起来不会觉得落枕 不会不舒服 老师老师 请问这个枕头多少钱呢 今天的价格呢 是298元 哇 好贵哦 那其实这款枕头 它在市面上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专卖店的价格 它可能要到了398元 而今天呢 我们其实是给大家做到一个特惠 而如果是第1776个打进电话的朋友 会得到什么样的优惠呢 不会有什么优惠 都是这样的 郁闻还是一个挺传统型的 就是你引着呢 它自己有一条底线 你怎么引它 它把那条线画完之后 它不往过跨 那后来购物的这个工作 为什么又不做了 因为当时我特别 其实我是个很爱旅游的人嘛 还有一个原因是 当时我看到很多山区的留守儿童 我觉得他们很可怜 我就想说 我可不可以去帮他们做点什么 而不是在这卖东西 然后我就毅然的辞职 然后到了南方 就离职了 离职了 我到了湖南的 湘西自治区的一个山区里面 那边有很多村小 是属于没有国家拨款的 就是联系到他们的人 然后给他们上上课呀 待了多久 待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回来了 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 这段时间干嘛呢 我在旅游 在旅游 对 我一直在路上旅游 然后就是在路上寻找 追求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你到底想怎么样 去规划你的人生 你想的结果是 想的结果就是我想当一个 两年之内吧 当个旅游田师 然后再沉淀一些我不懂的知识 对我是有帮助的 再去做一次 是是是 今天谢昕没来 一一嗨龙杰这儿有 是吧 咱那个旅游田师是靠谱的 绝对靠谱 三个前提条件 第一个呢 要会驾驶 第二个呢 是乐来生活 第三个呢 有自己的 会去组织 这种那个自驾游 并且能把它编辑成文字 去宣导 这种啊 畅想自由的这种生活体验 好 龙杰 现在我们就 针对你给他出一个题目 好吧 就你说的这个 湖南湘西的农村 这不是一个旅游景点 但是现在你希望 来做这么一个线路设计 现在就让它 来设计 怎么能够吸引人的报名宣传 没错可以 发贴 第一个帖 第二个帖 第三个帖 怎么步步推进 来 第三个帖 第一条标题 我会说是 让我们行动起来 一起享受在路上 畅游山去的乐趣 不好 不好吗 比如说我给你贴 贴第一个帖 内心荒凉很久了吗 波动他的心弦 明白吗 别上来之后 只给什么自驾游 什么香气 内心荒凉很久了吗 啪贴出去了 然后有人回帖 说是 荒凉很久了 来 第二个帖 好 想做就做 让我们一起出发 太差了 往内心给 生活中你到底想做些什么 往荒凉给 少刚你把他逼死算了 哎呦天哪 太像一个老师 对一个学生提出考题 他就是了 完全就是 不是 少刚 我觉得这个面试是错误的 但是我觉得 沙发说的错误了 旁边的人都没关系 他面试旅游体验师 就是这样 因为你的帖子 踢得太平淡了 没一个抓住客户的心 你看啊 我给你分析 第一个帖 内心荒凉很久了吗 有人说荒凉很久了 第二个帖 杂草遍地了吗 你得把那个描述的更具体 然后有人说杂草遍地了 第三个帖 除草去啊 给小鼓打扮 你这么给的 真是 我的脑子好密 你真是没上过我的课 上了 这个考题的回答 可能说明他真的对旅游体验师 这个职业的了解 还是比较浅的 如果没有旅游体验师的职位 今天就不干 不找 不 主持人的也可以 主持人的 好 第一是旅游体验师 今天主持人 来 各位提问 来 实际上我呀 还是很喜欢他的这个主持风格的 博士团新成员 王淳 第一视频执行总裁 第一视频 作为国内大型的新媒体产业集团 主要业务覆盖互联网和移动终端 第一视频网 彩票业务 手机游戏等 构成了第一视频主要产品 你不如呢 就是你做你的本行主持人 因为你学的就是这个 所以呢 你还是应该做主持人 在做主持工作的过程中呢 你去积累你的经验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你仍然可以做旅游体验师 可能比如说你去了假设 你去了第一视频 第一视频恰好 现在就有一档就叫游走了这样的节目 对对或者这种节目 或者是对或者是我们会经常的会有一些活动 到各地到什么 你会经常的会到其他的地方去 那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你仍然是体验师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做旅游体验师的话 你可能阅历不够 你写出来的文章可能跟你刚才主持的那个风格是 内容是一样的 就比较空洞那种 谢谢王淳 郁文是湖南人了 非常优秀 我老乡 真的 所以我一直留在这里 这里很多老乡 我觉得如果说很多人提到 就是说他才23岁 刚刚毕业一年 如果把自己就卡死在主持人这个路上 是太窄了点 我认为你可以尝试去一些比较新鲜的行业 互联网IT行业 到市场部 到市场部 可以学很多方面 就是没有必要把自己就陷入在主持人这个岗位上面 到市场部 我们也要活动主持 活动策划 这个媒介 媒介的这个合作等等 我会留到最后 我会提供这样一个责任 你先别赌咒发誓 我跟你说 你们这个点就特别不好 人家选不选 你还不知道 你就赌咒发誓 来市场的职位 在不在你的考虑范围 实实求是 不在 不在 太好了 没想到我也要留下 好了 来 周围12位 一会再问 把你们的问题留到第二轮 先是通过一个初步印象来决定 欲文 逝去 是留 选择 小辉离开 好 有两位离开 十位留了下来 天生为我 我觉得现在面临在这小姑娘面前 实际上是两条路 一条呢 就是随着你的大学专业走主持人 很清晰 第二条路呢 就follow your heart 就你内心里面可能享用一种旅游体验 但是呢 旅游体验室 它只是五个字 它只是被包装出来的一个岗位的名称 心里想的和龙总提供的 肯定不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想 你能不能仔细想一下 你告诉我们 你真正内心想的是什么 因为我这边有一个岗位 我觉得会符合你的 哎 蔡虎 你的这个提示特好 蔡虎刚才说了 这个职位 这五个字是被包装出来的 我现在给你换一个词 线路营销 啊 没有 线路开拓 线路开拓 加营销 加营销 明白的意思了吧 明白 这才是旅游体验师的工作的内核 当然 我们说这些 别影响你的判断 我再问你一句 姚晋波那块市场做不做 好 我喜欢 我们传媒大学的同学 做市场 不确 我觉得大家给他建议呢 要考虑他本身的这个优势点 来说 广远的优势点呢 我也是广远的 广远的主持是全国最好的 独一无二的 我觉得你如果说去跟市场比的话 你是没有优势的 然后你会本 大家给你这么多建议 会不会你的聚焦分散的这个焦点分散的太开了 他有传媒的职业 稍等 舒斌你作为他的师哥 一会儿你做一件事 率先离开 带个好头 对不对 你要提供 不是也提供市场的职位吗 我不提供市场的职位 但是我确实觉得我提供的职位 可能是一个电视的 购物的也是主持人 但我觉得可能他可能已经脱离这个行业了 主持我认为是个很窄的行业 特别窄的行业 主持人做得好 得有丰富的阅理 像邵刚 他摄影师毕业 然后干了很多 打灯啊什么的 最后对生活有深刻的理解 有深刻的理解 然后才能做比较好的 他现在没有越力 做别的更不行了 但是他可以 但是他可以 难道说年轻人就不可以试着 从最简单的主播开始做起吗 他可以去尝试这样的 你也不一定从工作中来 我这边的一个需求 行 是这样的 就是我还是通过刚才对话 我是觉得我非常欣赏你的有三点 第一点呢 其实你非常热爱生活 你真正想要的不是一个旅游的体验师 而是一个生活的体验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其实我非常欣赏你内心的坚定 无论是大家怎么讲 你还是非常坚定 自己内心里面不想要的东西 你知道什么东西不想要 第三呢 你是一个很有原则性的一个女孩 这个我觉得是在你刚毕业一年的情况下 是不容易得到的 我这边的岗位呢 是这样 让你去体验这个生活 体验城市 然后把你体验到这些呢 去在我们的爱乐活榜站上 充分的分享出来 去让用户去体验到 去让荣虎能够发现和体验 这个城市的吗 蔡虎你说的是让他做一个马甲吗 一定要真实 为什么我对这个角色要求 这些原则性一定要很强 蔡虎他的这个体验是用文字表达 还是用影像表达 图片及文字 体验师这个职业已经开始泛滥了 这个职业叫生活体验师 来吧 十位 二次选择 如果你的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转移到了郁文的手中 选择 宗虎 小燕 好 现在有六位留下来 我们先听一听他们各自能够提供的职位 我来说公司 他们来说职位 好不好 来 五八同城 市场部活动专业 基本上完全能够发挥他的优势 市场专员 这是来自五八同城的职位 第一视频 网络电视的主持人 什么样的节目 可以是旅游 也可以生活类 百货 百货 百货有一个视频的节目 叫爱情课堂 有人看吗 有人看 我们现在一个星期大概要推出两三期 一个星期 还推两三期 两期三期都不定 你知道 你明白了 我们的节目一般都是日播的 好 来 增华 斯凯乐 斯凯乐给你提供的职务是 那个也是市场部 主要负责媒体的沟通啊 活动主持方面的工作 好 斯凯乐户外提供的仍然是市场工作 来 百度 爱乐活 爱乐活给你提供的呢 我们叫做内容及达人运营部 他自己也要去组织一些达人 去这个城市里面吃喝玩乐 然后去找到这个城市的美好 去分享出来 好 一海租车 一海租车提供给你的是一个旅游体验室的工作啊 成都刚才所说的旅游体验室他的工作肯定是由旅游体验以及分享以及组织 这是肯定的 我们呢恐怕跟那个刚才蔡总那边不一样 他是城市为主 我们是山水为主 想听陶老师给建议吗 来陶老师 游文 我特别特别喜欢他 他就是一个那种女生的身体 但是他有一个男人的心 所以就是 这是一个保奖的话 对 因为男性的特征是开拓性的 给予性的 探索性的 所以我觉得他身上有很棒的一些品质在 你不管你怎么样引领他 他就是在那个地方 他就在他的那个位置上 很坚定自己的信念和感觉 你今年只有23岁 别让自己的青春留任何的遗憾 想做什么 就坚持自己的梦想和理想 好 谢谢 好 游文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四盏坑 变着 再见 穆颜 来往那边前去 再见 建波 再见 穆颜 再见 曾花 我知道你看了你的微博 再见 再见 太虎 欲文留下来的两家是第一视频和一嗨租车 盘前不上感觉 像你这个样子是八千 然后还要看到你的工作的业绩 我们会有这个绩效 绩效的这个工资 谢谢 今天来了个大户 上来就八千 我们能给的工资是五千 像您这个岗位在我们整个公司不会超过两个 欲文我觉得呀 你是非常乐意经常的到外面去看 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工作的话 很可能就没有那些乐趣了 我们是有绩效的 绩效再上伏20%吧 我多问一句 您的节目如果都是日播的话 那组织好主持好主持好几档节目那一天就要录好几期节目了 对 所以这八千也不不太好挣 什么什么钱都不好挣 不过我觉得如果你只要你 如果要你如果要你说你的收拾很高的话你会很快红 很快红 因为是在互联网 我想说的也是这句话 就别光看到贼吃肉 看不见贼挨打 15秒钟的思考语文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第一视频 还是一嗨租车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谢谢你们 再见 我选择第一视频 王淳今天第一次来 齐开得胜 其实这个女孩从硬件来讲小脸 能够挺上镜的 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在第一视频看到她的好节目 三个月之后 王淳要交答 非常高兴 中国传媒大学的同学也齐开得胜 而且拿到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接下来要换其他学校了 让我们掌声有请 第二位求职者 已经40岁了 在选择职场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小了 我想趁这个生产力壮的这段时间 再重新找一份真正主义自己的职业 然后把这个职业当成事业去经营 高书峰 42岁 河北人 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 本科 大家好 我是高书峰 今年42岁 来自河北石家庄 我的求职应聘宣言是 人生就是一个上台阶的过程 每上一步就想看到最好的自己 我的求职印象呢是百合网 资深爱情顾问 向沐言沐总的50万年新挑战 另外呢也可以做文化产业方面的销售 或者是管理工作 请大家支持我 谢谢 欢迎 在这里喝好久了 但是我 我跟你探讨一件事 你上来之后说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上台阶的过程 我是不是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其实你是一个特别好强的人 对 对不对 对 42岁 在此之前做过多少份工作 其实我的从业经历挺多的 我的起步起点特别低高 做过一线工人 是什么 是纺织工人 纺织工人 对 金缩和银缩嘛 对 做了多久 五年时间 五年 九一年 就是这个企业 它那个公开招聘干部的这个时候呢 从工人变干部了 对 我考的 去做什么呢 工卿团 工卿团 对 去做一个团干部 团委的宣传干事 团委宣传干事 又做了多少年呢 十年 做了十年 对 这转眼就做到了2001年了 对 但是这里边呢 还有一点小小的一个花絮 就是这个 因为我的家庭出了一点问题 你的家庭 家庭解体 有孩子吗 有 非手的时候孩子多大 两岁 两岁 跟你 对 你带 这是十年当中发生的一个插曲 对 因为就是企业 就是做工卿团工作 他的薪水并不高 每个月收入三四百块钱 挺难的吧 生活 这期间呢 就利用自己上学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播音主持 然后呢 我为什么被选拔到工卿团岗位 我经常参加企业的那些演讲 比赛 真实竞赛 各种联欢会 要强的人 对 然后呢 我参加那个 还是个爱出头露脸的人 是 是吧 是 然后呢 就是利用这个特长吧 考了电台的兼职 哪个电台 我们的试台 石家装饰 对 兼职的 兼职做 这个时候呢 也有一份其他的这个兼职收入了 我觉得我们家俩生活特别好了 这时候电视台呢 有一个公开招考的机会 你去电视台了 对 你是够能折腾的 是 参加什么 就是主持人吗 外景主持 爱因 其实我做的工作特别多 就干了这个干了多少时间 三年 三年 这是我最短的一段工作经历了 为什么又不干了 这个时候就是 我现在的家庭成立了 又结婚了 对 但是我们俩都属于那种个性中人 都比较属于那种 用现在时髦词吧 叫裸婚 裸婚 对 他也裸 对 其实我们俩就是经济上就不太宽裕 然后我就辞职下海经商了 经什么商 做药品销售 怎么样做的 非常成功 高峰期 年薪 我自己个人收入应该一百多万 年薪 对 那后来为什么又不干了 可能就是跟自己的这种社会认知感 就是总觉得这种东西不敢启齿 自己曾经做过什么 我觉得在非你莫属 我真的很斗胆的把我的这段经历说出来 你的意思是你觉得做医药代表是一个不太好意思跟人说的经历 对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只挣到钱了 什么都没有挣到 就是你到你的客户那儿吧 你恨不得就让他自己把自己变成隐形人 就是让谁都看不见我才好呢 就那种心理 或者这么说 这份工作你在内心觉得并没有得到尊重 认识 对 对认可 没有得到尊重 又干了多久 七年 七年 对 这就到现在了吧 对 就到现在了 对 你现在的经济没问题了 没有问题 今天想得到一份工作 特被人尊重 对 让人一说起来 就特想跟人说我是干嘛的 嗯 我是哪哪哪的 我特别想说 就是 我是干什么的 然后那个 哇我靠 愿意和人分享 对 哪怕那个职业名称说出来 自己都满脸冒红光 哎 最少这种感觉 我的这个描述对吗 对 我是百合网的红娘 很自豪 是吧 婚姻咨询师 红娘和婚姻咨询师 其实是一样的 对 但是人的说着就高 心里感受 你说的就低级 红娘低级吗 红娘 很自豪的 很骄傲的 我跟你说 沐妍 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 每次咱就说自己 咱别老烧的别人 是吧 你就把自己塑造成好人就可以了 不一定偏说我是好人 你看他是坏人 那样让大家看到 可是 你本质上就是坏人 你点评选手的时候 为什么经常烧上我呢 不是 因为你的本质的问题 啊 沐妍 你看人家上来之后直奔你那一块 所以你作为一个老板 一定要把自己的企业形象 高点拔 好不好 我觉得这书不是一个特别积极豁达 而且学习能力很强的一个人 但是我不知道你经历这么多以后 为什么把婚恋咨询师 作为你的职业规划 被首选 你认为 为什么 是因为这样的 因为我大概其对我感兴趣的那些职位 在网上进行了搜索 我只有看到沐妍 沐总他那儿呢 要40岁以下的 对不起 我已经超了两岁 但是我至少我还可以跟他靠边 先边 对 然后其他的你弄都30岁 28岁以下 都28岁 什么破公司呢 我们42岁怎么了 28岁 今天他要找的第一份工作 第一诉求是婚姻咨询师 对 第二诉求是 文化产业方面的教授 各位先要做出我们的初始判断 觉得高书峰是去是留 选择 小红离开 小红离开 熊杰离开 柱宾离开 姚静波离开 有四位离开 八位留下来 天生吴 小姐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自己不是创业过吗 然后是因为行业问题不太想做 那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个行业 然后继续创业呢 比如说做一个联锁加盟之类的 在石压庄 开个斯凯乐户案 沙哥老师太懂我了 创业对我来说吸引力挺大的 因为也是有年龄限制 不想和年轻的朋友们再去挤这个东西 可以不用离开家 但是可以去百花网待一段时间之后 咱们自己创一个互联网站 把他的生意都呛了 高姐第二个问题 如果你去了之后 你发现你的年薪不是五十万 而是五六万的话怎么办 那我会问沐言沐总 就是以我 他看到我的能力 我还要奋斗 多长时间能够达到 我想要的这个薪金区别 沐总我也想知道 多少年能达到五十万 这样咱们先做个测试吧 可以 我想测试一下 你又弄歪理斜说 不是我想试一下 就是说 比如说我是一个单身的男会员 然后呢 那个您是那个婚恋资讯师 是我们的红娘 然后现在咱们俩有一个交谈 沐总 那个我想 小沐 对对小沐 小沐 那个小沐 你非常感谢 您能够来我们百合网 您是对我们充分的信任 那个你能给我简单的勾划一下 你未来的爱人 妻子是什么形象的吗 这个 我觉得我的要求还可以吧 因为我自身条件也不错 是吧 我清华毕业的嘛 海归 所以我觉得我的 这个 未来的这个爱人啊 应该像尹丰那样有 秀外慧众 然后像我们 陶思玄老师那样 知性而且深厚 然后像曾花一样 喜欢户外活动 跟我有相处的性情爱好 但是呢 你看 还得像石小燕一样爱骂人 不是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我在外面打拼 其实男人也很脆弱 我希望回到家里的时候 当我脆弱的时候 就像石小燕这样的一个老婆 我可以靠在他的肩膀上 那他就单身吧 必要的时候再抽他两个耳装 他说完这些 你怎么办 你怎么和他聊 小莫 那个 我感觉啊 您的这个要求啊 太具象了 就是比如说 我现在呢 我要去商场去买一件衣服 我要给自己具象的规定 我今天非红色的不买 那么我买到的几率 但我不具象规定 我怎么能明确目标呢 你啊 以你这个年龄 基本上你现在的状态就是要犯 要犯的不能嫌犯搜 不是 你谈不认这男的是谁啊 不是 你谈不认这男的是谁啊 我们不是一对一交流吗 保护眼镜啊 小莫是这样的 我认为啊 就是 如果一个女性 也是用这种挑剔的 或者是具象的眼光 去概括自己未来的爱人的话 她的选择几率会很低 静下心来 努力的就是说 多审视一些自己 哪些是自己最重要 最需要的品德 不要就是面面俱到 说得非常好 这句话呢 其实最后就总结成一句 回去以后 自己照照镜子 少刚 少刚 我觉得跑偏了 这个我不知道沐妍 在那样考察什么呢 我提高写万一问题 你考察什么呢 你考察什么呢 考察一个第一 就是说 你是不是能够 这个了解对方 他话语背后的东西 第二呢 找到他的一个 这个切入点 去说服他 其实我觉得 其实沐妍你不用考察 他如果做 他做药品教授 刚才你讲的这个 我觉得方向错了 其实是 大部分的这个单身的 这个所谓的胜男胜女啊 他的问题是在于 他不清楚 不具象他的所有条件 我说的很具象 其实好事 但是呢 是要求过高 所以呢 你可以说 我带你到百分网上 因为我们有心理措施结果 按照你这个性格特点 你的学历要求 我给你搜一下 发现搜不出多少人来 对吧 要求太高 我觉得这个高姐 刚才说的特别好 我觉得挺好 用他那份的话 其实沐妍本身 我认为沐妍不是一个好销售 那么高姐 其实在他以往的经历过程当中 已经证明了 其实作为在销售这个领域来讲 他应该是一个top sales 对 那么第二 我想问沐总的 就是说 因为高姐应聘的是首席 婚姻咨询师 婚姻咨询师 你那边有几个首席 是不是只有一个 不是首席只有一个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首席的职责 到底是什么 首席的是这样 还有三块 第一个呢是 他本身自己能带高级客户 第二呢 是他能够培训团队 第三他能够管理团队 以高姐现在的状况 你觉得他要是笨 刚才他自己说的 五十万那个年薪 得多长时间 我觉得实话实说 我觉得可能至少一年时间 因为你可能要花六个月的时间 去熟悉我们整个的服务流程 明白了 第二有一年的时间 去锻炼管理能力 好 那么如果他说一年 你是不是就不考虑这事了 考虑 也考虑 那其他的如果 比如说小燕 现在还 我觉得高姐就是 去卖生活家居用品 其实也非常好 因为他经历过所有的生活 是的 这也是我没有放弃的原因 去做一个销售 而且是一个高端的客户的销售 这种工作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吗 有点动摇了 现在有点动摇了 也可以考虑 小刚老师 我想给您讲一个故事 好好好 就是2001或者是2002年的这个时间 我在电视台做编导 因为我们没有现场节目 我想到省台去学习观摩 正好恰巧观摩的这个节目 采访的是咱们在座的12位老板当中 其中的一位 这个节目录制过程当中 突然这位老板说 对不起主持人 我特别难受 我想下去吃一点东西 因为我昨天晚上连轴转了 然后今天自己独自驾车 从北京开到石压庄 滴水滴米未尽 然后突然觉得滴血糖状态 请求节目暂停 节目暂停之后 大概五六分钟之后 这位老板又特别光鲜 特别精神地站在聚光灯下了 我当时给我的触动特别特别的大 我想请您猜一猜这个老板 你要说02年 那是十年前了 应该就是小燕 对 所以说我和石总是第二次蒙面 那一次去过一次石家庄 就是那一次 小燕姐有印象吗 没印象 我现在想当观众 她当观众 当观众 其实我还是希望说 将来让您到石家庄去开店 这可能是比较好 刚才小燕你的这个想法 和曾花的想法 是有相似的地方 好 我也有这个想法 你也有这个想法 好 有这个想法的人有很多 我想问问各位老板 就是他们在意我的年龄吗 销售年龄限制是不是个卡 没有 其实我们 我不知道我们的网站 招说有年龄限制 其实我们希望找岁数大的 而且很多时候 爱生活 爱生活这个概念 还真的是要经过生活的人 才能够体会到 通过我们这位求职者 我也想说一个观点 在用功的时候 年龄的歧视 性别的歧视 身高的歧视 以及等等等等 所有的歧视 都应该是在今天的企业经营过程当中 被我们鄙视的行为 好 八位 做出你们的二次选择 去还是留 选 小灰离开 曾花离开 黄春离开 三位留了下来 分别是百合网 伊利诺伊和 咖啡之意 听一听他们给的职位 沐言 百合网 我给你听过两个职位 一个是婚恋咨询师 其实我们叫资深红娘 另外就是 如果你想做销售的话 也可以帮助你更熟悉 这个婚恋业务 可以做我们红娘业务的销售 两个职位 小燕伊利诺 我给提供的是店长职位 但是店长可能做了一年以后 就会去石家庄去接着开店 我和小燕姐有谈感的 留下来是对你的支持 我给你的职务是 咖啡之一市场拓展部的商务洽谈代表 商务洽谈代表 知道了 知道了 三家企业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一盏灯灭掉 我一猜就是这样 谢谢沐妍 再见 这位大姐可能是需要一个珍重的内心上 特别认同她 并且她觉得很欣赏的老板 沐妍的表现今天没有过她的发言 各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你们觉得很好奇吗 沐妍永远有本类 他跟我讲 把原本冲自己来的人 通过他的积极表现说跑 不是不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这样可能高点的 就是他原来选择我们 是因为我们有年龄限制 就是婚恋这个行业不是你的第一选择 第二你可能比较看重薪水 但其实我们的薪水一点都不低 好了没事 不着急说 你俩不着急说 因为最后莫名其妙是你俩留下来 看似轻描淡写的鹰姐声 却成为波士团争抢的惊喜歌 两个寒价 将近30万吗 是纯粒吗 对啊 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卖得太火了 没有货 连锁加盟 能达到一万多的月息 从六千到几万都是有可能的 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 要学会利益 谢谢 现在两家留了下来 伊利诺伊 咖啡之意 谈钱不当感 我们的这个店长职位呢 就是从您施工期是在一万块钱 还有相应的提成 然后因为您来北京嘛 我可以给您安排住的地儿 好 我非常热烈欢迎 没有问题 好 银总 小燕姐开的这个岗位和工资 都已经非常的诱人了 因为店长是一个 因为店长是一个有提成 有绩效的工作 我提的这个商务代表 估计是一个行政内的工作 所以它的起薪只能是五千 然后在未来的拓展中 我们也会设定绩效 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 这个时候我相信 您已经心里有数了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伊利诺伊 还是咖啡之意 还是选择跟他们二位说 谢谢你们 找沐言 我的选择是伊利诺伊 既然各位老总不考虑我的年龄 我就毅然决然地改了方向了 遇到伊利诺伊 是你之前料想到的 曾经想过 把伊利诺伊的功课也做了 曾经做过 再加上我和石总 十年前的那个缘分 我经常说 直不愣登说想去谁那儿 谁别提问啊 少说话 言多必识 有些人言多必必识 尤其是沐言 你得好好反省反省你的表现 看小燕现在看你的眼神 充满着笔 我觉得去这个石总那儿 这是天经地义 十年前就见过有缘 而且我想说的就是真是有缘分 小燕 十年前你是被访问的嘉宾 他是一个普通观众 谁能想到十年后 在这个平台握手 我能想到 因为我们是一个神奇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叫 乐巴 谢谢飞行摸 下一位 在大学四年中 我从事过比较多的行业 但是由于我没有步入社会 缺乏社会经验 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 也不是很不确 我就想通过非尼莫属 找到一个特性容易的工作 然后积累经验 到最后有一定的经验 我也可以在自己做更好的事 大家好 我叫吴坤 今年22岁来自江西 现在就读于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是应届毕业生 在校期间 我做过很多兼职和创业 根据我在学校的这些经历 我想通过非尼莫属这个平台 寻找一份有关互联网 人力资源或者销售方面的工作 同时由于我是 是应届身 对自己未来的职场规划 不是很完善 我也希望得到各位老师 和各位老板们的建议 谢谢 韩永坤 您好 22岁 对 你是学工程管理的 对 但是大学四年以开店为主 也不是 这就是副业吗 副业都干了些什么 开过小卖部 开过哪场店 开过 慢点说 小卖部在哪开 小卖部是跟宿舍的室友 开的 开在哪 开在宿舍 那你们睡在柜台上 没有 就那个阳台上放了一些小食品那一年 你们住几楼 一楼 收入怎么样 一个月一千来块钱了 挣一千多 一共挣 还是你一个人能分到一千多 一个人 为什么结束了 学校不让开了 奶茶店是怎么回事 奶茶店 我在我们那边的大雪江 宜春学院 门口盘了一个店面 开了个奶茶店 盘了个六十平米左右的店 就在你们大学旁边 不是我们大学 是我家 家江的 就是你是在老家 利用寒暑假的时候 回去的时候 对 开了个奶茶店 然后找人看着 预收入那个多少 你能挣到多少 四千 四千 我做的是比较 相对于那条街来 是算很高档的产品 他们才卖两块钱 我的平均价在六块 卖的很贵 非常的瘦 六块钱 不是 那些产品也比较好喝 估计做的比较好 废话 没有人说自己家产品不好喝的 淘宝店又是怎么回事 淘宝店 是几年期开的 准确的运营时间 是大三的寒假和大四的寒假 所以你大三什么事都没干 你知道吗 没有 你大三同时开了个小卖部 回家开了个奶茶 大三我还在考造假员 这我已经过了 还有二级建造师 应用四级我全过 你说你这挺这样 大四级应用四级我过 就应该过 没有 我没这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没有 没单误功课 淘宝店卖什么 卖女装 就卖一款衣服 就卖一款衣服 对 我只挑爆款美 只挑什么 爆款 我不懂 就是非常火爆卖的 销量很高 你选择一款衣服的标准 是什么 根据我 对于它这个关键字 进行了搜索 还有调查它的转化率 还有 还有那些关键字的优化 这都涉及到一些淘宝的推广方式 当时我在淘宝的后台数据中 看到了三件套这个关键字 搜索量很大 购买力很高 但是卖家却非常少 然后我就钻了这个空子 淘宝店 就卖三件套 就卖三件套 运动装 能挣多少钱 将近三十万吗 多长时间三十万 两个寒价 是纯利吗 对 销售额有一点 你往哪看呢 是这样 是纯利吗 对啊 纯利三十万 一个寒价 两个寒价 两个寒价 那个因为夏天的衣服不太重 只做这一款 只做这样 两个寒价意味着就是四个月呢 你这个一个寒价 不止四个月 几个月 第一年是11月到2月 8月 第二年 9月到2月 就到今年2月 你看一个是三个月 一个是五个月 八个月 对 但是八个月的时间 你们的寒价好长啊 你说到的 不是寒价 我刚刚没表达清楚吧 就是两个冬天 卖冬机的 我是寒价开始卖 你的寒价从几月开始 9月到2月 别紧张 别紧张 好 来 一共卖了八个月 对不对 对 这八个月 你说到三十万是净利 我估算的净利是将近三十万 你的减义量 你的减乎 你没有 成本我个人投资的成本三千 三千 还有其他的投资吗 因为刚开始我发现这款衣服可以卖的很火爆的时候 我没有这么多资金 于是找同学合资 第一年投了五万 然后我赚了钱 然后就把本钱还有利润也再还给他 然后第二年他又投了六万 你的毛利有多少 大概 多少钱进来的就是了 现在我是找我自己家的服 自己家附近的服装厂生产的 进货价在一百左右 你卖一百八是吗 我卖一百八 我确认一下 就是你找到那个样子 然后找工厂 照着样子生产 刚开始我是在网上找其他卖家 因为其他卖家 有的人才卖一百五 我卖一百八 这就是差价 然后我就把这个图片传给我家里 叫我家里帮忙找个服装厂 一套一百 一百多一点 一百出头 一套衣服是一百 因为我买衣服还送赠品 这些算进去的话 就是一百出头 明白了 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你开淘宝店的经历中间 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觉得最大的困难是 自己怎么克服的 最大困难就是有一段时间 卖的太火了 没有货 老子很灵光 谈处的过程当中 是特别的轻描淡起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 老板对他有过高的期望 所以就处处充满惊喜 不断的为他加分 我想知道你那个店 你做的一年卖这么多产品 你几个人在运营 全是我一个人 所有的工作只有你一个人在干 但是发货是让我妈妈辅助 中间你有过对不上账的时候吗 比如说你卖了很多 但是发现钱对不上 这肯定有的 因为我跟我妈之间也不会太在意 但是你要分给你同学的钱 你怎么来定义说 我应该分给他多少 我应该分给他多少 我同学因为跟我比较好 而且他投资从来不过问这些事 到了分钱的时候 我打开支付宝的账户给他 一看利润多少 本金多少 全给他 他现在还不知道 江湖风波恶 还不知道亲兄弟要名算上 现在有所体会 因为奶茶店 还尝试开过分店 然后就有所体会 奶茶店对不对 开分店让你体会到了一些悲凉 对 所以上班我就评价他 不适合做面对面的销售 适合做运营方面 跟物打交道 不要跟人打交道 我反而觉得他有个优点 就是说他的合作伙伴 在没有明确的规范的情况下 跟他合作第一次 还愿意第二次跟他合作 这个人的品质一定是 品德一定是很好的 就是说你在朋友里面的威望 品德都应该是不错的 不愧我觉得你很好学 而且很有经营头脑 你为什么不想自己创业呢 而且要想这个找一个工作呢 而且你现在一定有收入了 对是有收入 但是我觉得这些 我不用亲自去做 我想有一个 而且我不想与社会脱节 对 我觉得这个孩子 现在更希望的是 就他有一个身份的平台 别看 别看吴坤跟人聊天 一块一块的 其实 他的整个的思路 是呈现的 而且我觉得他 他身上其实现在站在那儿 就有那种小老板的范 他应该对他自己做的事情 还是比较执着和偏执的 没错 主要的求职方向 其实还是和互联网有关的 对不对 好了 十二位 来做出我们的感性判断 吴坤 去还是留 选择 谢谢 慢慢聊 好不好 来 努力 你说我在说特别严肃的事情 对吧 要给你打气加油 你突然 放松啊 天生为我 我很倾向你写的这个音频宣言 叫把最简单的小事做到极致 就是绝招 因为这个是非常符合互联网产品成功的一个秘诀 就是简单和极致 但是呢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自己认为你自己最大的不足在哪 可能 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 我准备开那啥店 那个分店嘛 和朋友之间闹了一些矛盾 做一份事业 还是要像张稍刚老师说的那样 亲兄弟要命算账 这是我这两年来体会的最大的 那你觉得反映在你性格上呢 这个是什么弱点 在性格上 你的弱点是容易清晰 对 对 确实容易清晰 我觉得刚开始做生意的话都是这样子 都没 其实在性格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说人家现在呢 就不想亲兄弟名算账呢 他就 老江湖们会知道 这样做会吃亏 但是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追着他屁股后面 去说 什么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 人就是江湖 这也太吓人了 是吧 该吃亏吃吃亏挺好的 不愧 我觉得是这样啊 你做一个互联网的生意 就是做一个互联网的运营呢 你是销售是一对多 而做线下的生意 你的销售是一对一 一般来说啊 一对多 对你的要求会更高 你的成就也会更大 这也是为什么你在淘宝 你能做到交易额一百多万 另外一个 如果你选进了 像互联网发展的话 那么线下那套 比如说怎么开分店 怎么管理 你就可以放弃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学会 所以我建议你啊 就往这个方向发展 那方面你已经遇到麻烦了 遇到困扰了 就放弃它 就往互联网发展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姚进波在招人的时候 我给你透露点私密信息 姚进波在招人的时候 常年睡觉 一旦姚进波醒了 并且变成一个化牢的时候 就说明他对这个求职者 投注了极大的关注 要学会利用 谢谢 要通过这个把自己的价格炒高 三方的哈利亚 就得被你看出来了 那你接着睡吧 好 当这个窝被侵穿以后 链得非常的无奈 心里想 又得多掏银子吧 既然在互联网上 你开淘宝店又赚了钱 还做得很好 为什么又要去开奶茶店呢 当时我五月份的时候 我回家 就琢磨着在学校 因为学校有店面什么的 准备在那搞个什么店 然后回去发现这个市场 比较有机遇 然后我就跟我同学 一起去学了奶茶店的技术 去哪学 我家那边 我在那边有一个店 也是做比较高端的产品 然后我对比了我们家所有的奶茶店 最后挑选了这一家 正好他那个店 店租要到期了 于是我要我妈把它盘下来 在前面开过一家 因为当时我家里投资也失败了 然后我母亲也整天为这些事在操劳 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开着这个店 其实我是几乎就没有问过的 但你刚才说过 就是在同一条街上 别人的奶茶是两块钱一杯 你是六块钱一杯 但消费者对低价产品 其实价格更加敏感 这我知道 你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你这六块钱还能卖的出去 还卖的不错 第一 我感觉就是产品 第二是装修 还有那些卖两块钱的 他们舍不得投资 这是真的 他们连制兵机都舍不得买 天天来我店里买兵 那可能是人家的一个商业模式 把这块卖包给你了 没有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好 因为买兵的钱足够我开销 像电租啊水电费这些 全部可以开销掉 因为我看到你的意象 你其实是有餐饮和管理的 所以刚刚我问你那么多问题 其实最后就想知道 如果是在互联网的那个工作 和在线下做连锁加盟 管理拓展店面 你会不会做选择 会不会感兴趣 我会做选择 你选择 我目前比较倾向于互联网 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 主要做的是这个 但是如果我觉得某个方面 有更好的发展前景的话 我也会考虑 好 来我说一句话 我觉得一个人在一个社会上 他只要有一个优势 就是做得给别人好 就可以立足 我认为你最适合发展的这个优势 就是你的对互联网的敏感 对电子商务的敏感 那么我待会会留下 我会给你提供一个机会 让你在一个大的平台上面 把你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 好好好 我知道 我跟你说 你已经碎嘴叨叨了很久了 我们明白了 你想要他 好吧 可以 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可以做线下销售 波士团新成员 张春静 天津新华投资集团董事长 这是一家以土地综合开发为核心 涵盖房地产 现代农业 建筑 高新科技产业园等多元化业务的集团公司 我觉得你挺适合 也在这个线下销售也挺有潜质的 然后新华投资呢 正好呢 在大学园区旁边 有一个科技园区的一个项目的招商和销售 他的主要对象 一些是一些创业型的小微企业老板 和一些大学初创企业 第二他做了在天津 所以我觉得我也会为你留灯到最后 好了 12位 做初二次选择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拳 到了吴坤手里 选择 作物离开 小灰离开 谢谢 九位流了下来 可以听九家企业给你提供的职位 吴坝同志 我们是 吴坝是在打造一个电商的平台 生活服务领域的电商平台 我会让他做一个品类的运营经理 你要操心的就是 怎么样引进合适的商家 把他们的产品服务提供给用户 好 有可能就是说 这一个品类一个月的销售 就能到几千万一个亿 我们会有完善的培训 把你不足的部分补齐 一个品类的运营经理 好的 第一视频 我们现在是 也有电子商务这一块 而且我们跟央视购物有合作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 就是电子商务的运营 运营 好的 来自第一视频 百合网 百合网虽然不是电子商务网站 我们这个婚恋网站 其实用户在这里面相互选择 也需要很多的这种数据驱动的一些运营的工作 所以我给你的工作是产品运营的专员 斯凯乐户外 电子商务的主管的工作 伊利诺伊 我们的电子商城是叫伊里伊我 已经上线运营了三个月 我可以给你的职位是运营主管 电子商务的运营主管 来咖啡之意 咖啡之意咖餐厅 目前正在大规模拓展的时候 我现在给你提供的是管理培训生 其实我觉得你很有管理的天赋和学习上升的空间 好了买 知道吗 知道 我们是一家在互联网上做鞋子的公司 我给你提供两个职位 一个职位是活动运营 第二个职位是买手的职位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还需要从买手助理开始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经验 你之前的选品经验是不是可以扩大化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买手助理开始 好 来 七华投资 我给你的位置是在我们的科技园区下面 做招商销售主管 它有很强的很庞大的一个培训体系 能够很快带你录制 而且我们这个销罐的话 就是应该六个多月能达到一万多的月薪 好 好 春庆 来 一海租车知道 谢谢 一海租车呢 在全国五十多个城市有自己的分店门店 我提供给您的职位呢 是一个一海出车的这种副店长 我们叫一性店长 好 思考一下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七盏灯灭掉 谢谢 再见 再见 龙杰 谢谢 再见 朱宾 再见 尹峰 再见 小燕 谢谢 再见 增花 谢谢 再见 沐妍 谢谢 再见 王淳 两种类型 各留一家 这本身也是你的一个选择 你想多听听多看看 对 不把自己的路全部都堵死 对吗 对 来 做好准备 五八同城 新华投资 谈钱不上感觉 姚总和张总 我们的应届毕业层起薪 小赵的体型就是六千 我给你的体型就是六千 但你这个职位 从六千到几万都是有可能的 六千加上一个 你负责品内的销售额的 一个比例的提成 这边张总 新华投资 因为你也是刚毕业 应届的 就是说我们的底薪是三千五 加上提成 我们是管管理的户口 落到天津市的这个户口 然后呢 管度数和时数 行 了解 对了 我补充一下 我们也是可以让你选择 在北京还是在天津 因为我们把那个 一部分电子商务的总部 放在天津开发区了 你的户口也可以落在天津 你也可以选择在天津工作 你们也可以提供天津户口 对 他们也可以提供天津户口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确定 确定 不需要听什么建议了吧 还是听一下 阿飞 没听了 平凡跳槽的求职者 其实背后另有眼睛 一朝天子一朝城吧 你懂的 我不懂 你这个简历 第一关就得晒掉 你太急了 但是没有用 我感觉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 我不知道你受到了多大的伤害 你以为你以为的 就是你以为的吗 你的选择是58同城 还是新华投资 还是选择跟他们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还是他懂我 我现在走58同城 因为毕竟他也是专注互联网的跟我过去的经历有色相同 所以我还是选择在这方面发展吧 薪水满意吗 很满意 刚毕业就有这薪水我很满意 其实我的希望薪水就是三千左右 他能给到六千 我很满意 足以见到姚金波的兴奋 对 要调侃我了 对吧 我不调侃你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金波 因为你好歹也是挺大企业的一个老板 就是没有必要喜怒行于色 就你现在脸上的那个得意什么的 都已经控制不住 你看 我希望老板能看到一个他们觉得好的 有价值的 有能力的 能够在自己的企业最大化发展的那个员工之后 那种急切 那种饥渴 那种慌不择路 然后在捕捉到猎物之后 脸上所泛出来的那种 一直都 你看这样的笑容 来吧 更多的求职者 让我们的老板发出这样的笑容吧 选择快乐 选择乐巴 欢迎收看乐巴薯片 非你莫属 感谢乐巴薯片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本节目的人力资源支持机构 前程无忧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登陆到前程无忧的首页 报名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免费招聘 上五八同城 五八同城身边的生活帮手 您也可以在五八同城 报名参加非你莫属 感谢暴龙眼镜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移动联通电信用户都可以编辑AGE加上留言 或者是报名信息 发送到1066-335577 也许下一个求职应聘者 就是您 乐巴薯片 非你莫属 我已经工作两年了 跟音阶的编程肯定是有不同的 我可能会比同名的人更专业 更职业 对于媒体投入的热情会更多 真的很喜欢媒体 尤其是新媒体互联网集一块 我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 就是一个媒体人 一个真真印象的职业媒体人 为这个梦想 我会不断地去努力 罗燕24岁 无难人 北京德的大学英语专业 本车 大家好 我叫罗燕 罗是罗喵的罗 燕是朱丽燕的燕 今年24岁 本命年 毕业后去过央视网 做过游戏台的内容边界 后来去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做的是PC段的娱乐边界 然后来到这里很开心 可以见到12位老板 确实很激动 然后希望老板们给我一个更大的舞台 谢谢 欢迎罗燕 当个同好 是 不不不 就半个同好 罗喵的罗 朱丽燕的夜 最近一段时间 求持者都比较喜欢莎士比亚 我们就来聊一聊 咱们说工作的事 好不好 有两年的工作经验 是的 第一份是在CCTV.com 第一份是在一家装修网 装修网 我有经历过四份工作 四份工作 第一份是装修网 装修网 干嘛呢 也是做网站编辑内容的网页更新的这块 网页更新 第一份是装修网站 第二份是 央视网 CCTV.com 第三份是 CRI.cn 就是国际广播电台的网站 CRI 第四份 第四份的话是 是现在这一份工作 是什么 是一个商务 就商务 私人影院定制 商务这一块 私人 影院定制 私人影院定制 对 就是卖家庭影院的嘛 对 叫做整体解决方案 其实就是卖家庭影院的嘛 要专业一点 就是卖家庭影院的 网上销售 对不对 对 为什么你在两年的时间 那么频繁的换了四份工作 因为刚毕业的话 我是六月份毕业 五月份就去工作 然后那工作了半年 跳槽去了央视网 在央视网 我并不是入边 只是合同 死掉了 然后中间有点失落吧 但是要勇于爬起来 中间找了两个月 然后找到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这种是老牌国企 它会涉及一些 叫做一朝天子一朝城吧 然后有些领导被换掉了 那其中会有一些 你懂的 我不懂 我觉得你们还没有重要到 一朝天子一朝城的程度 从你进到离开多长时间 三个月 三个月 你真的没有重要到 会因为一朝天子 一朝城而离开的程度 私人影院定制 对 这份工作干了多久 快要一个多月了吧 快一个多月了 然后你现在意味着来这找工作 那份就又不干了 他没有住房公积金呀 你在求职的时候 没问过住房公积金 没有 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 并不是很重要 一个月之后你觉得重要 但是突然间因为我发现 如果你拿着钱 却没有能力去买房的时候 那种 你拿着钱 去问一下 然后他需要有五年的资历 然后你却没有 对你拿着钱不能买房 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 外地户口在北京 多少年的一个上税记录 对啊 和那块有没有住房公积金 没关系 第二 你是来了 因为你在这才待了一个多月嘛 你来之前知不知道他没住房公积金 当时也是知道的 对啊 你知道 你来了 一个多月以后 你说他没有住房公积金 我要走了 这是我不懂的地方 多月好 我接着超高老师的优化来讲 看一下你 劳动合同呢 它虽然是一纸合同 但是更主要是对每个求职者 一纸来面试你的面试官 它是一种精神契约 对 一个员工如果是在一个企业里面 不能做满一年 对我们这些面试官来说 我们会对他的忠诚度 以及对他的耐力 以及对他的耐伤 我们会形成一个怀疑的 而且呢 在一个行业里面 如果你是能待一到三年的话 起码这个企业的很多机会会 因为你待久了 会给你 会给你 我能说一句吗 可以说一句 对 其实可能我今天的单位 可能比较好吧 有些东西 不是说我不想在这待 而是可能就很简单 人家有背景 我只是有背影 很简单的事情 它中间可能不是我自己能够做主的 我自己并不想离开的呀 不不不不 我老跟求职者说一句话 咱们改变不了别人吧 对 改变自己呀 你看 接的都好着呢 你才24岁都不到 你就急着买房 我觉得这是你这个年龄段的人 应该急着白脸的事吗 就是今天在美国 我跟你说那45岁的人也不一定就有房 对吧 从你刚才面试的那个表情 老是那样踪着 哎呦 烦的我呀 真的是你 姑娘你长得不难看 但是你千万别踪着 你那急着白脸的样 其实就让我看到你对这类东西 你太急了 但是没有用 物极必反 而且你达不到你的目标 其实你反而不着急了 慢慢在一个企业待一年以上 我觉得你一定是会有这个发展的 所以我我真的建议你改一改 谢谢谢谢 好好好别着急 确实是有点急了 你知道在我们首轮的这个面试当中 应该说你现在多多少少有些不利 嗯 30秒的时间 你来做一个自我陈述 好不好 好 说我今天应该能找到工作 因为 来 嗯 我想说作为一个外地的女孩 其实在北京 工作其实是件挺不容易的事情 我一定曾经狠狠的摔过 那种从高潮到低谷的那种苦楚和心酸 自己一定会体会过两年的工作经验 我的成熟和我的经历 也不会让你们太失望 谢谢 嗯 我不能再说你 我是说 我有什么工作能力 你们应该相信我 是这样的 然后最后你的这个描述吧 又是一篇抒情散文 等一下 再说一句 还说一句 来 我的工作能力的话 在内容编辑这一块 我是非常的了解 然后包括如何去做娱乐热点 怎么去做专题点播 在工作态度上 我是个非常投入的人 我感谢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 这个不说了 没人感谢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我对曾经伤害我的人 就是一个字 恨 但是没有你们的伤害 也不会有我今天的坚强 错 没有他们的伤害 我的心情会更好 不是 邵哥 我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弄明白 首先第一个 他刚才整个的陈述里头 首先第一呢 在北京打拼的女孩子很多 不止你一个 第二从你的陈述的 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都不知道 你所受到的巨大的伤害 到底指什么 如果说仅止跳槽 或者说这我觉得太普通了 而且我不喜欢这种总结发言 说我感谢所有伤害我们的人 我哪那么怯 我一直没有太听 就整个听下了 我不知道你受到了多大的伤害 对 第三一个 你受到了多大的伤害 第三一个就是 掏用我们一本书的名字叫做 你以为你以为的 就是你以为的吗 所以说回去好好想一想 就是说你所考虑的这些事情 未必是大家所考虑的 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来吧 我相信你们十二位以为的 就是你们以为的 来选择 刘静波先生 刘静波先生 您长时间的沉浸在上一位求职者 被你掠夺走的喜悦当中 以至于你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 我们已经进行到下一个选手 并且第一轮选择已经结束了 刘先生您是离开了吧 对离开了 好的 希望以后能够跟上大家的节奏 祝这位选手好运 好 您太客气了 谢谢您 再见 哎呀 刘先生 您继续睡吧 再见 现在还有两位留下来 一位是低视频 一位是咖啡之一 来宇峰 其实我留下来 我也提供不了什么职位给你 你的工作的专业跟我还是不太相搭的 我留下来只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让你展示 我相信你其实还是一个类秀的女孩子 在专业上应该还是不错的 不然你的简历不会这么漂亮 还行 你只是说情商可能很低 对 所以你要在你工作中找到快乐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在专业上做到什么程度 哪件事情让你特别有成就感 快乐的吗 说一件 你快乐工作的经历 开始 快乐工作的经历 就是让你很快乐 很有成就感 我有带作品来的 有带作品来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叫刘什么 刘希 刘希是谁 就是那个超女的 他做了一条热点新闻 新闻标题是 刘希人气王为什么这样红 这条哪里体现了你的优秀的 或者与众不同的编辑猜头 就当时大家都是把前三甲再介绍嘛 我的话就 看当时 这个是你起的题目吗 是你自己来起的题目 当时冠军并没有出来 然后我当时的话 就是着重这一个人 然后这篇稿子当天就上去了 出了一个小时百度 丁马爬虫抓取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内容页显示 他就是排名第三 好 还有一条 他做的内容页曾经到过第三的 报央视名主持另一面 超罕见啊 你说的是谁啊 这篇稿子得去网上看 因为发的比较久 然后发了很多主持人 对 可能也有稍刚老师 绝对不会有我 我没有另一面 我的几面是高度统一的 前段时间有人在人肉 我 人肉的结果发现 我很清白 这个标题 我不认为他的吸引点 做的特别的美丽啊 至少 要是的话 大家会很关注啊 然后 他这边牛星 他当时的话是三甲 然后有一定的关注度 他可能有时效性嘛 这个新闻 毕竟是以前发的 所以我就说 好像这些新闻 更多的是拿 新闻内容自身在支撑 而不是用编辑手段在支撑 来二位 还有什么问题 如果二次 我觉得 我没有问题 我只是有一个建议 作为年轻人呢 要有一个职业化的精神 我看到你这个简历之后 如果要是在我们第一视频 要是筛选简历的话 你这个简历 第一关就给筛掉去 明白了 我想我也想跟现在在座的年轻人讲 一定不要浮躁 好 谢谢王淳 不管一会儿的结果是什么 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 你看你又着急说 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认真的 心平气和的听 哪怕听见一句话 都有用 二位 二次选择 抱歉 也抱着最坏的打算来的嘛 也就老板一说呗 也不用太当真 好的工作也是工作 然后他的工作也是工作 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大家发现有一点吗 就是罗叶啊 是在吴坤后面上来 因为吴坤这样的求职者呀 他自己 他会让12个老板很兴奋 大家肾上腺素极度分泌 导致的结果是 下一个求职者一来 大家就蔫了 代表人物是 所以我希望 我每一位求职者 都是跟真意一样 上来之后 咔就能扎醒一些人 上来之后 咔就能让大家 那个肾上腺素高度分泌 同时 谢谢小坤 给我们起了那么好的 一个名字 用书名 一下就点到了我们节目的核心 不管你以为 自己以为的 到底是不是你以为的 我们这个平台 可以让很多人以为的 就是他们以为的 因为我们叫 河巴鼠片 可以用 大家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